自言评解简令下发以来 今年各大卫视与中秋之夜打类的现象大幅缩减 今年只有央视湖南卫视和北京卫视三家宣布举办中秋晚会 嘉宾阵容和节目形态也都有意识地打起了差异牌 喜欢地方特色 怀旧风格和追逐青春偶像的观众都将各得其所 不过 即去年不约而同地端出了TFBOYS的节目之后 今年央视中秋晚会和湖南卫视再次撞联 撞的也还是TFBOYS 继湖南卫视方面介绍 今年的中秋晚会对TFBOYS来说更有意义 因为录制当天正好是队长王俊凯16岁的生日 节目组也力求成见一场16岁少年的青春派对 录制当天队员整齐地为王凯送上祝福 学霸易烊千玺还现场绣了一把毛笔字 将清秀的花好月圆四字送给了全国观众 搜狐视频娱乐播报整理报道 自言评节简令下发以来 今年各大卫视与中秋之夜打类的现象大幅缩减 今年只有央视湖南卫视和北京卫视三家宣布举办中秋晚会 嘉宾阵容和节目形态也都有意识地打起了差异排 喜欢地方特色 怀旧风格和追逐青春偶像的观众都将各得其所 不过继去年不约而同地端出了TFBOYS的节目之后 今年央视中秋晚会和湖南卫视再次撞联 撞的也还是TFBOYS 据湖南卫视方面介绍 今年的中秋晚会对TFBOYS来说更有意义 因为录制当天正好是队长王俊凯十六岁的生日 节目组也力求成见一场十六岁少年的青春派对 录制当天队员整齐地为王凯送上祝福 学霸易烊千玺还现场绣了一把毛笔字 将清秀的花好月圆四字送给了全国观众 搜狐视频娱乐播报整理报道